陪洛西訪台 前腳踩剛落定 大陸就宣布了這個演習的計畫 被認為根本就是對台灣施壓跟報復 而大陸解放軍空軍的裝備專家 他也提到說 其實以往共機擾台 基本上就是在我們的防空識別區擦邊球而已 從來沒有這個飛機飛越台灣上空的 而這一回 軍演的地區在哪裡呢 除了大陸公布的六個之外 今天航港局也公布了第七個 可以看到有三個基本上就是在台海東側的 所以如果真的試射飛彈的話 勢必是會跨越台灣 而這個解放軍的專家傅前哨 他就提到說 不排除 會派出無人機越台 飛越台灣 另外一個也可能變成一個定席的演習 他也提到說 如果台灣繼續踩紅線的話 他認為大陸對台灣施加的軍事壓力 是一定會越來越大的 不過國內呢 其實國防部是沒在怕 國防部說 備戰不等於求戰 目前都是在嚴密監控台海當中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請支持TVBS 開啟小鈴鐺 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